英国一分钟 新闻世事通 疫情中的英国生活 半数学生发现心理问题 根据最新的研究指出 英国大学生有将近一半认为自己有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 本次的研究对象涵盖了全英80间大学 发现有57%的学生曾经向学校提供的心理咨询寻求帮助 一名来自爱丁堡大学的学生就表示 他是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入学的 之后就因为焦虑的问题而时常感到身体不适 甚至认为自己的视力受到了影响 本研究也指出 在男性方面有73%的学生在遇到心理问题的时候会寻求帮助 但在经过专业诊断之后 只有大概19%的学生是有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的 除了焦虑之外 也有许多学生认为说因为疫情的原因 自己变得不擅长跟人交流 丧失了很多前往大学就读的意义 那么今天的问题是 你认为疫情改变了你的学校生活吗 欢迎我们分享 本条新闻由英国海洋万事国基地产赞助播出